好,请看例题1,我们来练习一下十字教程法 第一个叫x平方加6x加5,把它做因式分解 先看二次项,二次项是x平方拆乘两个x 好,接下来我们要拆常数项了 常数项是5,找两个数字乘起来是5 那乘起来是5呢,其实它蛮容易的 就是1跟5 那中间是6,请注意中间是正6 请特别注意一下 既然是正6,两个数字乘起来是5,加起来是正6 所以这两个数字呢,都是正的 正1跟正5 那你说对不对呢,我们来十字教程看看 1乘以x,写在下面一个x x乘以5加5x 加起来等于6x 这个6x呢,跟中间的一次项一不一样呢 一样,一样代表你算对了 算对的时候,写答案是要横着看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x平方呢,加6x加5 它可以十字教成,因式分解成 x加1乘以x加5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 好,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x平方加6x加8 还是看x平方 拆成两个x 乘起来就是x平方 好了,最后再看常数项 乘起来是8 加起来是6 乘起来是8,加起来是6 你看这个8,8可以等于1乘以8 既然要加起来是6 所以它不可能是负的 1乘以8是8 2乘以4是8 好了,那你要找这两个数字 加起来是6 1加8加起来是9 2加4加起来是6 所以我们就知道 你要拆成这两个数字是2跟4 正2跟正4 找到这两个数字以后呢 把它十字教成 2乘以x写在下面 x乘以4写在4的下面 加起来等于6x 好了,那你看看 你比较一下看看 这个算出来的6x 跟中间这个一次项一不一样 一样代表你算对了 最后的答案 我们要横着看 所以呢,这时候呢 x平方加6x加8 可以等于x加2乘上x加4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